284 香港相報 程凱翻波兼職女教師吊死 2015年7月4日香港新聞A14 香港相報信 記者奉人樂報導 任職兼職教師的年輕女子 而跟一語同居外籍男友程凱翻波 作清神在沙基灣的女所內情緒失控 突然向男友表示要外出到酒廊抽煙 其後被發現用絲巾在酒廊的鐵通上吊 送院搶救後證實不治 警方經調查後 並無留下遺書 認為事件無可疑 至藝興生女子姓孫26歲 生前與外籍男友37歲 同處金華街41號一個紀例沖涵 C 據悉 孫女近日與男友恩感情問題 多次發生爭執 有人曾提出分手 自此孫女終日屈屈寡歡 但並無向親友透露 據死者父親表示 昨日接獲警方通知後 與一名女親友趕往醫院了解 得知愛女死信後悲動不宜 抱頭痛哭 孫父含淚指出 女兒身形受傷 最多 與勇一間學校做兼職教師 公余時間會做義工帶隊郊遊 由於女兒喜歡戶外活動 因此皮膚憂黑 她亦述女兒相當孝順 即使搬出與外籍男友同居 仍然會每日致電回家問候老父 用絲巾在走廊鐵通上吊 昨日清晨七時許 孫女與外籍男友在遇所內 其間她向男友青往走廊抽煙 男友起初不以為意 其後發覺女友遲遲未回 深感有二歲外出尋找 未料黑見女友在走廊一支鐵通以絲巾致力 連忙將她解嚇及報警求助 救護員接報到場 將陷於昏迷孫女送院搶救 釋然自白時許證實不治 警方經初步調查 懷疑女事主因感情問題不開心而自尋短見 事件相信無可疑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